为了映州苏西潜气的生活环境 六港三轮里立定吴顺河 向广府建筑建设计办理违向蔡尾 因为这次蔡尾的边就在轮位普选共兵 因此特别在边点为了普选共的力士 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普选共的文化背景 原本没什么一面边在在蔡尾老师的卡手之下 变成一百美类的风景 为了映州苏西的生活环境 六港三轮里立定吴顺河向广府建筑建设计办理违向蔡尾 透过违向蔡尾让环境变得更漂亮 大家都担保记录欢喜的心情 墙壁经过彩绘之后 让环境显得更加的有光彩 把环境整理好 让民众来这边可以更舒适的 有空间可以运动也好 然后做个活动这样子也不错 刚好普选公园也快完成了 可以让在地的当地的 可以更加的环境 环境更加的美好这样子 因为蔡尾的边边就在轮位普选共旁边 营州这次特别在边点为了普选共的力士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普选共用文化背景 现在建廟旗坎刚刚有一个委员来为他的鼓勇的鼓势 中文这次是郑姓王 旁边是文大将军 这次是武将土大将军 因为他们冬吹是他山塞 建团时期的时候 他们的八成的生活更困苦 所以旁边这块是为他的分球 分球是因为山塞上最好的活的休息 所以给他一块分球买起来 再来就是在我们这里所有委员的背景 这就是在我们山塞省 山塞省关 这就是他的故障 所以在他们家的背景 在台湾都在窑洞里面 所以像他的故障 他的同僚 他的处形 跟他的境界 所以他卫在这里穿椅 现在建团的一间 所以成長这个人家的故事 先要为他这一床 在这部乡乡的文化 旁边又搭配了三岁点点镜色 让整百岁变得更坏的水 搭配一些台湾的 参景 有些鮮河、北斗季的感觉 那就是要合乎大自然和双水境的配合 这样站起来看起来更无处连 还有更能融入这个境 有顺和标识 有像蔡薇不能让环境变得更漂亮 而且不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普选境的文化 很多基民经过不要停留来看看 大家都是真乐乐 新春华新闻撤两千六港 彩虹不得